嗨,大家好,我是肉妮 虽然我前一段时间已经做了好几首哈斯勒上的牌 但是其实我大概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没怎么看过哈斯勒的视频了 主要原因是他们现在请的玩家都太娱乐了 虽然有些观众喜欢看大家活贯操作,推推乐 但是我不认为这种牌局有所谓的观赏性和娱乐性 更别提教育意义了 所以我现在其实是很推荐大家去看传奇扑克的 无论是现金局还是锦标赛 顶级职业大神的对决真的很精彩 看着非常享受 今天的视频就是传奇扑克的常客 顶级大神白俄罗斯职业选手Mikita 来到了哈斯勒上打的一手牌 我之前也没少做过Mikita的手牌 她的职业生涯锦标赛累计奖金4200万美元 我相信我的老观众对她都不陌生 这是一个8人2550100美元的现金桌 Mikita又额外的straddle了200 翻牌前 Mariano在Button上用Jack式铜花Open500 Brandon在大大忙Jack式不同花跟住 Mikita在straddle位置三bet到3000 Mariano跟住Brandon7牌 这都没什么问题 大家筹码都比较深 翻牌Jack19彩虹面 我相信不少观众在Mikita这个位置中了三条 在这个有很多听顺的牌面上都会积极的去三bet 特别担心对手在这里比如说带队听顺 后面能中个顺子把自己bet beat了 当然三条肯定是有一定cbet频率的没毛病 但是呢你需要非常清楚的意识到 Mariano呢其实是有很多更强的牌的组合 比如说他完全可能是有三条十 三条Jack呢翻牌前可能会四bet 但是也不排出有根的可能 而Mariano其实有更多的是顺子的可能性 他在这个位置有所有的同花不同花 十六组的King Queen的上顺 还可以有七八同花四组的下顺 也就是说有二十组的顺子 还有六组更大的三条可能性 都领先于Mikita的三条九 这是Mikita需要有一定的过牌频率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Mikita这个位置 他的范围决定了他需要有大量的过牌 就是因为Mikita在翻牌前 straddle位置三bet 他的范围里面应该存在很多 Aces Kings Queens这样的超对 这些单对的牌力 在这个翻牌上都是应该有相当高的过牌频率去控持的 还是因为Mariano呢 可以有很多的两对三条 还有天顺的可能性 所以Mikita如果是个超对 单对都很多是过牌的 这个逻辑我在很多期专门聊 Cbet的会员视频里面都深入浅出的讲过 如果你还是不太理解 或者认为过牌只是小频率的特例 或者不相信Mikita的实力 觉得他只是可能锦标赛打法 那么我可以给大家再看另外一手牌 这手牌是传奇扑克黑山战三年前Linus和Jungleman的一手牌 当年我也对这手牌进行过深入的分析 这手牌翻牌前是Linus Open Jungleman跟住 翻牌Linus带队两头听顺 这两手牌呢 虽然牌面差别比较大 但是也是类似的过牌逻辑 就是这个牌面上 自己并没有比对手有明显的范围优势 对手依然可以有很多非常强的牌的组合 回到这手牌 Mariano也是过牌 Jack时的顶两对啊 过牌和下注应该说基本就是一半一半的频率 我个人的倾向是 如果对手是一个娱乐玩家 是个老板 或者水平不是很高的对手 那么我倾向Jack时顶两对要打 原因是上述的这些对手呢 因为他们水平不够高 或者说他们的C-bet的频率控制的不够好 他们可能对于为什么Mikita这里 需要有很高过牌频率这个问题理解的更浅 所以如果他的对手是一个娱乐玩家 真的拿到三条或者顺子 过牌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那么也就意味着他们如果真的过牌 那么Jack时顶两对很可能是领先的 而如果在Mikita那个位置上 是一个职业牌手或者是水平比较高的对手 在Mariano这拿到Jack时顶两对 我会倾向于过牌 原因也是因为对手有很多强牌慢打的可能性 我相信Mariano这里过牌 大概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 但是整体上 无论是什么样的对手 这里Jack时下注和过牌 都是完全合理的 转牌一张Ace 这里我认为Mikita可能会开枪了 因为第一 这张Ace并不影响Mikita的三条的牌力 毕竟Mariano是没有三条A的范围的 King Queen本来就是顺子了 所以三条9呢 其实这个牌力并没有变弱 但是Mariano的牌力有可能是提高了的 比如说Mariano可能是个Ace Jack 或者A10这种牌 翻牌上只有一个顶对或者中对 他没打完全可能 而现在呢变成了大两对 变强了很多 所以Mikita这里打出去呢 是可以拿到很多两对牌的价值的 而且是转牌合牌两枪的价值 但是他还是选择过牌 到了Mariano 刚才说他的顶两对在翻牌上 下注和过牌都很合理 可以理解为这个顶两对 是下注过牌比较边缘的牌力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他拿到了比顶两对更强的牌 在翻牌上就是应该打的 如果拿到的比顶两对更弱的牌 就应该以过牌为主 除非是炸火 那么转牌上两对依然是一个下注和过牌的边缘 转牌上 Mikita如果打出来的话 Mariano可能觉得自己不一定大 因为Mikita也可以是A-Jack或者A-10 但是Mikita又过牌之后呢 虽然他还是有一定的慢打的可能 但是毕竟大部分时候啊 拿强牌连过两条截 可能性不是很高 何况Mikita还有可能中A-King A-Queen 所以我认为Mariano这里是可能会打转牌的 结果他还是没打 显然他确实是没有把Mikita 当成一般的哈斯特上的娱乐玩家对待 打得非常的谨慎 合牌一张不相关的牌 现在两个人都过了两条截 观众可能觉得 这手牌这两个人在干什么 拿出来给我们看过牌 是给我们看怎么措施极限价值吗 Mikita呢 现在几乎可以把自己当成NAS来打了 还是那个原因 因为前卫的玩家过牌两条截 毕竟是有那么点可能 他是慢打的 而后卫的玩家呢 几乎不可能拿着顺子和大三条 也过两条截 完全不要价值 所以在Mikita眼里 Mariano那几乎是没有三条和顺子的可能了 那么三条九就是一个准NAS 所以他现在合牌上下注有很多的选择 打大一点 打小一点 甚至超持打都合力 结果他又过牌了 这个过牌看得我是头昏眼花 我只能相信他是要check race了 那么我们现在把自己放到Mariano的角度 大家和我一起来想想 你认为Mikita这么打起来像是什么牌 首先我认为Mikita这里看起来不像有太多强牌 毕竟量过三条截嘛 第二应该是有一定的摊牌价值的 主要牌力集中在单对上 如果说Mikita翻牌上口袋king口袋queen都应该有比较高的过牌频率 那么转牌上出a了他继续过牌也是合理 然后合牌上呢kings或者queens打个阻挡住或者过牌也都可以 再不然呢他也可以是king jack同花 queen jack同花 queen师同花这种牌 甚至ace king ace queen也是有一定的可能 反正都是属于单对还有一些摊牌价值的牌 那我看来Mikita他作为顶级的锦标赛选手 比普通的陷阱军玩家几率肯定都是更好的 那么他应该是不会拿着什么king六同花king七同花这种牌 翻牌前去三bat的 但是六七同花这种牌呢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而如果真的是六七同花这种牌 牌面发成了这样完全是他的范围 那么好歹你翻牌后还是应该至少尝试去偷一条截 不然你一直过牌 对手一打你就气那不是纯送吗 所以既然他连过三条截 我在Mariano这个位置 既不会把Mikita放在很强的牌里 也不会放在空气的范围里 也就是刚才说的 我把他的范围集中在单对的牌里上 那么Mariano这里肯定是要打合牌的了 现在底持6600多 打什么尺度取决于你认为Mikita单对是什么样的单对 如果你觉得Mikita可能是有A的 比如说A5连过三条街也不是不行 那么他可以打大一点拿Mikita有A的价值 很可能会跟 如果他觉得Mikita更像是比A更小的单对 那么就可以打得再小一点 结果他在6600的底池里只打了1500 还不到四分之一底池的V型下注 这个尺度就非常小了 不过这个不是说不行 因为你打的小一方面有可能拿到更薄的价值 另一方面有一个好处是可以诱导对手有更多的 check race来诈呼 所以我想Mariano也是做好了 如果他被check race大概率可能会跟的准备 那么回到Mikita 如果说发出合牌之后 刚才我们说了 Mikita应该认为自己大概几乎是Nats了 因为Mariano如果真的是顺子或者大三条 比这种三条球更大的牌 连过两条街的话 那么他前两条街过牌已经错失了太多价值了 而且这个合牌上呢 他现在已经有足够多的诈呼的可能性了 所以Mariano如果是三条或者顺子 这些准Nats的牌力他很可能会超持极化的打 而不是只打不到四分之一 所以Mikita可以非常自信现在是领先的 他就是考虑自己要check race多大的问题 这也是我现在想问大家的问题 如果是你现在抵持原本6600 Mariano打了1500 你是三条九也会check race到多少 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种习惯性的打法 就是默认的每次raise对手 几乎都是对手下注的三倍尺度上下 也就是在这里打一个4000到5000左右 其实呢这个习惯可能会让你少拿很多价值 因为有些情况下 对手他能跟下你三倍下注的牌 他很可能也能跟下你五倍的下注 另外呢也需要考虑对手的下注尺度 既然他打得这么小 那么你就可以更多的不按照他的尺度来raise 而按照底持的比例来raise 第三点是 你要看自己急化的raise出去 有没有足够多的诈呼来平衡你的价值 这些合牌上下注的尺度问题 我在会员视频里面都仔细的讨论过 如果你在mariano那个位置被raise了 你觉得跟注的极限尺度在哪里 我认为mariano打出去1500 就是做好了要被raise的准备 所以raise到5000、6000这种尺度 它应该是一个秒跟的 前几期视频里面我也提到了 尺度越大的急化下注 其实里面是要混合更多的诈呼频率 要更高的 所以既然你有足够多的诈呼频率 来平衡价值 那么其实你就是可以打很大 实际上mikita直接打到了2万一个巨型的raise 不得不说顶级排手就是顶级排手 他真的是吃准了mariano这里 这个1500块打出来 就是里面有诱导check race炸火的因素 毕竟面对2万的下注 mariano也不能很快的跟注 他开始想 并且说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又过了一会儿他说 哎呀可能就是冤家派碰到了吧 因为mikita打得太急化了 如果mikita是一个ace jack的顶两对 都会怕mariano合牌上可能中了三条二 所以ace jack这个牌是可以raise 但是两对的牌力不是准纳子 所以他raise不到2万这个尺度 虽然mariano想的时间并不算短 但是其实如果你仔细看视频的话 会发现其实他并没有特别纠结 不是那种反复的犹豫认真思考的情况 更像是不停的去找理由 去说服自己去跟注 虽然他自言自语的说 哎呀你能是什么牌在这里炸火呢 但是实际上他真的找不出来 这里是合理的炸火组合 OK这么说 如果mikita是个queen jack或者king时这种牌 阻挡顺子阻挡三条 也许单从合牌上来说 是一个合理的炸火组合 但是如果他真的是这些牌 他会不会连过三条街 然后一个巨型的check race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就很低了 所以这手牌mikita 可能是有一些阻挡牌来check race炸火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行动线的影响 所以其实是因为这个行动线 让他的炸火可能性提高了很多 假如说mikita是个口袋六 连过三条街 面对四分之一的下注 他要不要弃 mariano有没有可能是个口袋五 或者四五同花这种牌呢 也不是说完全没可能 总之呢 因为这手牌 行动线非常的独特 从mariano的角度 去想阻挡牌 炸火的组合这些可能性 其实是想不过来的 因为这个行动线太独特了 我们看到最后的跟注 其实并没有很艰难 当然也是因为底池并不算很大 就是200个stradle的深度 回顾整手牌 虽然两个人翻牌上就都中了很大 但是都在过牌 表面上来看打得很不常规 但是其实这手牌非常有意思 暗藏玄机 mariano显然也是深知 mikita不是他平时在哈瑟上 遇到的那些鱼老板 我认为如果他遇到的是 平时在哈瑟上那些牌局里面 遇到的对手 这手牌啊 他翻牌和转牌上至少会开一枪 但是显然他遇到的是mikita 不是平时遇到的那些鱼 他是鱼2013 这手牌虽然行动上没有特别多的操作 但是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感兴趣系统学习poker 更深入理解poker中 范围 频率 价值等等问题的观众 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里面有大量的成体系的视频 无论你是新手还是老手 我相信都可以从中提高poker的技术 我们下期见